自从女儿出嫁 你就像变了一个人 曾经勤劳干净的你 现在懒惰邋遢 曾经温柔贤惠的你 现在暴躁易怒 花钱大手大脚 之前的你去哪儿的呢 没有人是永远完美的 之前我万般小心 为了维护家庭的和谐稳定 你工作忙 女儿还没长大 坐闲内住是很累的 你知道吗 你的人生定了一个又一个小目标 今天你要买车 明天又要换房 又要全方位的管控我 多少机器能经得起这样的折腾 你知道的 我已经不再年轻了 我为这个家的打算 你看不到吗 多少打算 我要等多少时机 跟你在一起的日子很幸福 但有点平淡了 有请就对夫妻 有请 男嘉宾余先生 58岁来自吉林 人员 女嘉宾张女士 54岁来自吉林 个体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结婚多少年 30多年了 30多年 从来没想过妻子会是这样的 是吧 对 没想到 你没想到她是这样 你是害怕了呢 还是 是有点害怕 有点害怕 我没有感觉到我有什么变化呀 是她的感觉我变化 好好好 妻子还说没感觉呢 那您说说 怎么感觉她变呢 是从我们孩子结婚以后 嗯 她跟以前就大不一样了 咋不一样呢 嗯 现在家务活几乎是不干了 嗯 而且变得拉的 不像以前那么历史 怎么会呢 你们就看我这样 我像邋遢人吗 我怎么就邋遢了呢 回家以后啊 就是经常就是 衣服进屋以后 随便就衣了 我就是家务她不干以后 就我就捡起来 嗯 家务都是我干 收拾屋子 做饭 都是我的事 嗯 她呢 就回来以后 就往那一蹬 所以我还得给她收拾 哎呀 人家孩子结婚了嘛 这一战到点了 歇歇也正常 对吧 你不干点有啥好抱怨呢 是吧 你看看 对呗 我也是那么想的呀 你说孩子都已经结婚了 咱们家里边就咱们两个人 你就是使劲干 能有什么活 我收拾屋子也行 我多干点也可以 但是你不能造活屋子 我收拾干净的 嗯 她怎么活活 有时候是隔三差五的 往外捡东西 捡垃圾 就是 别人扔的东西 她捡回来 怎么有可能 哎呦 记得有一次 你说我捡一束花回来 我我就 我呢 第二天就把它扔住去 什么花啊 盆栽还是什么呀 就是盆栽家乡就扔了 等到晚上回来的时候 她又给捡回来了 放在鱼缸里 哎 就让我非常神奇 是 我属实是捡的 但是那花它还活着呢 我就心思 丑子焦虑的 你说它也是一个小生命 我捡回来 我也算是说的 救它一命 那你说放你的鱼缸里 我是不是跟你说了 我没跟你打招呼吗 我说的 如果我明天 我再捡个花盆 或者是我抄谁 再要一个花盆 我明天 我再拿回来一个花盆 我不就把这个花摘里了吗 你这一宿 你都容不了它吗 你把花 扔到鱼缸里 你知道 对鱼有什么影响吗 我是精心刺激鱼 没关系 我要养养鱼 懂了 除了捡花 还捡什么呀 哎呀 有时候 格外的不早 拿回来什么旧衣服 还是什么衣服 回来就开始 哎呀 裁呀剪了 脚的 把衣服整得 乱七八糟的 感觉是七九八怪 那种感觉 哎 完了还让我试 让我穿 你我是干啥的 你怎么这么不理解我呀 不是 您是干啥的 我是做服装生意的 这上面写的个体 您是做服装生意的 对 我是个体做服装的 就是有的时候吧 就是我看就是 我看服装啊 不管是看什么东西啊 我就总有我自己的思维 那怎么能是 剪的衣服呢 那都是在咱家货品里边 挑出来 有的就是带点小瑕疵了 有的带点什么什么 就是不好的东西 咱们不能说的糊弄顾客 就是不能销售的东西 我就嫌疵了也白瞎了 然后拿到家以后呢 有的我也不能穿 有的他也不能穿 然后我就脚巴脚巴 毁不毁吧 那谁能穿谁就穿呗 那不也属于废物利用吗 等于重新剪裁 对 重新设计 用我自己的思维 我重新剪裁 重新去设计 然后重新去做这个东西 今天有这个 有带这个来吗 带了 带了 我们来看一看 来来来来 谢谢啊 这是谁的呀 我跟你讲一下我的理念 这是给我剪的 好好好 你讲一下理念 对啊 我就认为这件衣服 这件衣服是一个大T恤 是我家姑爷子的 一个大T恤 我就把这个领子 都搅下去了 完了把这个袖子也搅下去了 完了坐地不等事 然后底下夏天 配一个大裤腿那样 是在搭短裤 我认为很漂亮啊 对对对 但是这个服装 真的不适合一个 58岁的男人穿 我感觉这服装挺适合我 对 你28岁可以 58岁不行 18我18 我觉得也适合曲总 这是总是旧衣服了吧 这个 这个也不是啊 这个也不是旧衣服 他所有的衬衫 我都喜欢 把他这个领子搅下去 我不喜欢他穿 翻领的那样的衬衫 我感觉 他的这个脖子 这个位置 穿立领的 会比较时尚 然后我就把他 所有的衬衫 这个领子都搅下去了 这一间可以 不是 这个不是啊 我一看就是女士的意思 这个不是他的 这个是我的 就其实吧 我的理念 就是我希望说 得有人能理解我 他都不理解我 这条裙子 是我过年的时候 新买的一套套裙 然后就是在那个 那个走路的时候 就是坐那个扶梯的时候 底下这块就搅了 搅了完了 我认为 所以这块拼接的 哎对 我就认为 就是扔了挺可惜的 然后我就把那个下边 我就手工拼接了一块 拼接完了以后 我觉着说得不协调 往我上面又搭了一下 这是对称的 对 我觉得挺好看的 是挺好看的 对啊 这都是 真挺好看的 就是还有好多好多 我家里边 我基本上 我所有穿的衣服 我全都是重新 哪怕是新衣服 我也会处理一下 我在穿 我不会和别人穿的一样 明白了 我是那个感觉 就是您是要追求美的 是吧 就是我 追求设计 在创作 对 我是喜欢这样的 再者说了 就是每一个人都有 他自己的兴趣和爱好 这是我的喜欢 是 有的时候 我试弄完了以后 然后的话 我是 我让你试试 那我有的时候 我只不过让你试试 你就是 有时候你不也强厚我穿吗 要非得让我穿出去 我感觉我就 我感觉穿不出去 所以这个所谓的 捡回来的衣服 重新的拼接 是在您家的货里面的 瑕疵货 重新改造的 对吧 对 并不是在垃圾堆里面 捡来的衣服 不是垃圾堆里面 行行行 那这事儿没什么 这不就是不干家务了吗 人家开始一心一意 最心于创作和设计了吗 对吧 还有啥让您抱怨呢 我这人喜欢静一点 就是平常 下班回来喜欢 做的饭收拾 然后有时间呢 养养鱼 看个新闻 听听音乐之类的 他呢就是好动 三天五天就得出去 跟他逛街去 一逛逛好几个小时 不是这以前 家里有孩子的时候 不这样吗 孩子有孩子的家 他不这样 就是孩子走以后 哎呀就什么事都不要着我 孩子在家的时候 第一的话 咱们把所有的精力 都得放到孩子身上 第二的话 那时候咱们还没做 这个服装这个行业 你就是作为一副一个服装生意来讲 你就是偶尔的到季节了 到欢季的时候 是不是得看看品呢 看看别人家都上什么货了 你这都是都得跟上这个形式的 那你说呢 我要想出去转转 出去溜达溜达 我不找你 我找谁 听懂了 就是既是我们夫妻之间沟通的方式 同时又是我买卖上的需求 一举两得 你个老仇爱不赔我 是这个意思吧 对吧 提亮提亮吧 孩子走了嘛 总得有一个人嘛 这人不就得是您嘛 老伴老伴嘛 但是我也觉得很累 这 对 累累累是一个主观的感受 还有什么事让您累 每个月就给我那点生活费 我天天上 上班工作 这点花销 肯定得有 您一个月多少钱生活费啊 一千块钱 一千块钱生活费还不够 那你的面子得值多少钱呢 这里头包括车加油 水费 电费 还有我抽烟的钱 不是 家里的水电费也算 零花钱 对 都算我的 都算我的 你说这一千块钱够吗 咋不够呢 我都算好了 这一点都不太差的 你算的只是咱们家里的一些正常开销 但是我个外头肯定有社交啊 同志之间 同学之间肯定有来往 那你要有应酬怎么办啊 实在有话 还得管得要呗 现在就达到这种 我们同学现在几乎都不找我 懂了 就是挺孤独的 对 对 对 你那个应酬都算什么 应酬啊 我不跟你说了吗 如果说这真正有什么好朋友的话 咱们可以说可以聊 我就不赞成你外边那些酒肉的朋友 就什么样的朋友 非得用喝酒的方式 用厨具吃饭 用这种方式去解决呢 我不理解 我认为是无用的朋友就没必要就是花这份钱 外头是同志之间咱都不说了 咱说家里人 家里也是 我就还有一个妹妹 生活条件不怎么好 我就想多帮助帮助的 没问题啊 做哥哥的啊 做这些事应该做的 回来跟她商量 比如我想给妹妹换个电视 回来一跟她说 她就特别反感 不同意 你咋能单独就说换换电视的事呢 我这个当嫂子 我做的还不够吗 我做的还不够吗 让那个 您说您还做了什么了 你评论评论 真的真把我 你要是这么说的话 我真的很生气 对对对 不生气 说事就行 你就说咱家老妹吧 是不是啊 就这些年 你说房子拆迁的时候 回迁的时候 从里到外 从装修 是不是都是我帮着张了的 你又是地板 又是墙面啥的 所有订的那些 订的那些东西 我要不要过一分一文 我问问你 没有 而且的话 今年过年回来 你跟我商量 说的老妹说家要换那什么 换就是墙上整的那玩意 那叫投影啊 是什么玩意 咱家还看着电视呢 他有条件他自己换 他没条件咱们换啥呀 我不是说的说的说的 你当哥的 说的护着妹妹不可以 你知不知道 救急救不了穷 你知不知道 两口子你说比咱俩岁数都小 你说也不好好找个工作干 一年得找半年工作 你说这把人家 咱们帮一时帮不了一世 那谁家都只家过日子 你是当哥哥的 是咱家爹妈没有了 但是你也不是他儿女 你也不是他父母的 你说一个当哥哥的 人家孝顺 因为有父母也轮不到你 他就你看他特别 人家当然委屈了 特别强 人家也花了钱了 人家让你用了钱了 人家没说不帮忙 人家说帮忙可以 但是不能供养 是不是 对 我就是那意思 你得把这个区别开来 行 我跟你说主持人 我跟你说一句心里话 今天既然来到这块了 你现在你有这么多的怨言 我就把话打开了 我就告诉你 我是怎么想的 好的 您说 我从小我跟你说 咱家跟你过那苦日子 咱家那小房子那时候开始 是不是 自从有了孩子以后 我就想有一个 我自己的空间 我不想跟公公婆婆在一起 我就努力奋斗 咱俩那时候工资还少 起早餐还得攒了那么点钱 你说啥 然后我就投了一个楼 慢慢的就是这几年算是棒 孩子也上大学了 咱俩也算是轻手轻脚的 是不是 房贷也还完了 过点好日子 我哪一点我没为你着想 你说我这脑子里面没有你吗 你说你说歇狠车 是不是 车是不是也给你买了 你说这车是给我买的吗 你这不都按你的医院去买的吗 说是给我买的 买的车不是我喜欢的类型 而且买一个红车 你说我怎么开 是不是这个车到家 一直都是给你开 那不是给你买的 那怎么的呢 是 现在是我开 但是你要知道 你一路吃 而且现在到车都不会 你说这车怎么开 就对我开 我不会练嘛 这根本就不是借口 我不会练嘛 它根本一丁点 就这个消费理念 和家里边就怎么开 这怎么个方法 我跟你说 它根本 它没有我的思想 和我的那些想法 您是创新的 您是进取型的 它是保守型的 是这意思吗 这买完车以后 这又还要买个车库 这一步一步的 从房子 车到车库 哎呦 这压力太大了 不是 这压力大 什么 钱从哪来啊 我们家钱都是他掌过嘛 我就适合出外的打工挣钱 那您现在等于在打工吗 对 就是为了老婆的目标 而奋斗是吧 是 奋斗 但是我现在感觉特别累了 就是已经辛苦半辈子了 她的目标一直一直在远大 我就感觉到现在 已经是快六十岁了嘛 我就感觉是 现在应该歇一歇 不要那么太奋斗了 因为过过咱们当下的 咱们有这个现有的条件 是不是 应该过过咱们的舒适生活 出去玩玩呗 对呗 你看看研究主持人 都说出去玩玩呗 这不都是在我的计划范围之内吗 你看看研究没等我说 那眼主持人就知道了 就是我现在所有做的事情 都是为咱们俩以后 在养老在铺路 不想给孩子找负担 就是这个车库是怎么回事啊 我们家就楼座的底下 所有的车库 全都装得特别特别漂亮 然后我就想 就是因为我父母 现在年岁大了 腿脚不好 就是走楼费劲 我家也是楼梯房 然后我就想到 我说如果等到我俩有一天 就是到老了的时候 真的要是上不动楼了 是不是啊 你能买个一楼吗 你有条件买个一楼吗 那是不可能的 你看看那是不可能的吧 但是咱们没有那个条件 但是我也买一个车库 像别人家一样 给它装成一个小一局势 等到咱俩老了 真要是说走不动的时候 是不是最起码 咱们不给孩子找罗兰 咱们能有一个 出出金金的一个屋 对不对 我不是那么想的吗 您主持人才刚才说了 说的 你看看老年人美好的未来呀 全都是上这儿溜达溜达 上这儿走走 我没说 我只是说 你们可以去旅行啊 什么的 对 我就是这个想法 我的就是车库完了的目标 我也跟他商量了 在现有的条件下 咱俩能旅行吗 咱们还得赚钱 你怎么没买车库 在买车库之后 才能赚钱再出去旅游 就是这几年几年以后 一直在我在压力当中生活 我就是一直在 我现在听明白 就是您现在觉得压力很大 对 因为妻子给未来规划了很多 对 离我刚才说那旅行那个 可能还得好多年之后呢 对对 那你说现在我俩 就是这个身体状况 我认为就是可能是 也不是说可能是心太年轻 我认为还年轻 因为现在咱们俩 根本现在还没到 就是躺平 需要养老的时候 就是在有限的 就是能力之内 如果要是能奋斗几年 那为什么非得就是 先想着养老呢 不不 人家没说养老 就是我想放松一下 行不行 那要是放松一下的话 什么时候能出去旅行吧 这么问您 出去旅行 那要是如果不被这个车库的话 会很 年头会很近 但是我 但是我想买车 还想买车库 现在我明白什么意思 闺女也养出来了 其实如果没有那么大的欲望的话 家里的条件应该还算可以 就觉得没必要再那么很拼了 对 老婆现在给的这些激励目标 有点完不成 跟不上 觉得太累了 对 有点想造反的意思 那倒不是 你是想造反还是想撂挑子吧 想撂挑子 那可不能撂挑子 宁可让你造了反也不能让你撂了挑子 听明白了吗 大姐 听明白了 太累了 你能不能让我松口气 你能不能不要管我管那么严 哪怕零花钱多给点也行是吧 取法于上得乎于中嘛 这行吗 估计也不行是吧 您那个主意挣得很 最后问一个问题 您觉得这几十年结婚 家里他管得怎么样 正确吗 正确 我感觉他的一些 刚开始的一些计划方案呢 我都挺支持的 都是对的是吧 对对 为什么现在要造反 既然都是对的 我就感觉说现在已经随着年龄的增大 我有点 想抗平 对 力不从心 大姐说那怎么可能呢 是吧 是吧 大姐 我还想 我还想的东西 就是我想的东西都特别美好 是是是 我想的东西都是说的 真正到养老的时候 一定比别的老人 咱们要幸福 让别人羡慕 因为咱们没到躺去的时候 行 听明白了 就是一个想躺平了 一个说老公再坚持几年 未来躺的姿态会特别的优雅 你们看看应该怎么办吧 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伯红兄 兄弟 我们是同龄人 确实 我们这个年纪 孩子成家立业了 女儿出嫁了 我们人生最大的任务完成了 也没有后顾之忧了 应该为自己活了 为自己活 我想有多种活法 可以有一些小目标 但要量力而行 尤其是这些小目标 是应该老伴两个 共同双量的结果 您在宏伟的目标 如果他不支持不支撑 你们两个人矛盾会变得越来越多 老年生活幸福不了 老年夫妻最重要的是什么 并不是谁征服谁 而是谁迁就谁 您丈夫当然应该迁就你一点 但您也要顾及他的感受 所以我认为目标可以小一点 生活应该再增加一点快乐 尤其到了这个年龄 苦过来了 好不好 谢谢伯红兄 闻老师 我觉得现在就是叔叔阿姨 好像他们已经完成了一个 共同完成了一个巨大的目标 然后感觉接下来的话 就是这个阿姨要一直给这个叔叔 不停地设置新的目标 否则好像生活就没有了 以前那种稳定的节奏 我觉得是这样的 就是其实已经退休的年纪 我是觉得他已经奋斗了一生了 然后他为这个家庭 然后为他的事业 已经奋斗了这么久 其实他是有权利去选择 他退休之后过什么样的生活的 因为这是一个人 他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生体验 你不能够得他的人生体验的权利 您也是一样 他喜欢那个缝缝补补 喜欢设计 你就让他设计 那是他的爱好 还有一个就像您想去社交一样 我觉得就是只要你退休了之后 能让你开心 能让你快乐 能让你深信愉悦地社交 我觉得就不是无效社交 这个钱的事 我觉得阿姨您是可以 多给叔叔一点零用钱 我热热地帮他争取一下 之前是给他八百块钱 我都他妈以后 又少了 我都多给他二百了 你看这他今天诉求很简单 他其实很乖也很听话 他很听您话的 很喜欢你很爱你 你就看了他一份 这么真诚的份上 咱们商量商量 再涨两百 你看行不 行 搞定 完美 谢谢 谢谢 谢伯老师啊 给大哥争取钱了 您先动清楚 是生活费一千二 还是零花钱一千二 它是生活费 那就再加两百的零用钱 可以吗 就一千四 还要加 那好吧 可以吗 可以啊 那可以吗 我觉得挺好的 挺好商量 来 谢伯老师 给我们涨了四百块钱工资 来 施总 涨四百他肯定不满意 因为老公现在是觉得呀 老婆变了 女儿一走之后 那个贤妻不在了 大姐 你过去这么多年 为谁 为孩子 对 现在女儿终于出嫁了 你终于可以开始 感受自己的感受了 对 你终于可以让自己的 情绪自由了 因此呢 你开始这步子卖大了 可是老公啊 不适应了 这是你们现在 最大的一个差异 是的 我们每个人都要 追求自己的自由 让自己在生命当中 得到自己的存在价值 的确在过去的 这么多年里 都是为他人 现在终于可以想自己了 但是 当我们过度想自己的时候 会发现 好像我们过于自私了 不太在意他的感受了 过去那么多年 他没有那么足够的 在意你的感受 现在你是 报复性地 释放自己的感受 你忽略了他 压抑很久 需要释放 但是我们要循序渐进 我们知道问题在哪 去和他去沟通 去交流 你管他你钱没用 如果他真的摆烂了 你又能怎样 你是不是过得会更不好 好好沟通一下吧 我们是需要自由 但是我们的自由不能建立在 别人的不开心的基础上 那我们就是什么 自私了 就这样 谢谢齐总 杨老师 现在你们都不知道 核心的错误 你们的婚姻的核心的矛盾 是什么 其实你看似今天说 女儿出嫁了 然后我们现在生活 出现了问题不对 在整个婚姻过程中 先生说得直白一点 你是这个婚姻的附属品 你从来就没有在这位女士的 内心深处有一个 非常重要的位置 你的身份是孩子的父亲 所以当女儿出嫁了 那孩子的父亲的角色弱化了呀 那作为丈夫的角色 这个女士其实是 不知该何去何从的 你没有习惯和她并肩作战 你没有习惯 你的婚姻生活当中 有一个强要力的支撑 来和你共同前进 所以你们的婚姻是有问题的 但是我觉得 发现了问题 这个又是你们解决问题 最好的时机 辛苦了半生 终于有时间 家里就俩人了 对吧 每天你看着我 我看着你 你们可以好好去 享受一下彼此的时光 这是说好听啊 说难听 可以好好审视一下 对方是不是自己 最适合的终身伴侣 这是你们应该停下脚步 去思考的时候 我觉得其实不要太担心 你们等于重新再谈一次恋爱 重新再磨合一次 生活的篇章开始了下一个阵程 好好的面对吧 希望你们能够共摆头 能够彼此支撑 成为生活最好的伴侣 谢谢 谢谢袁老师 哎呀 我说两句不该说的行吗 那我就说了啊 人生最恐怖的 其实是贪婪 那么强势一个女人 怎么突然之间 闺女走了之后 变化就那么大呢 为啥呀 贪心又作祟了 又有了新的规划了 累不累 累不累 多累啊 这一辈子我都替您累的哈 我真是替您累的吧 按延老师那说法更可怕了 你们婚姻出了问题了 再心大点得换老公 我不能换 对那当然不能换了 换了还得了了 您乐了 这这点基本就是用 我不想换了 这是个宝 大姐心里清楚 这男人是什么样的男人 她心里清楚 这边没什么问题 听来听去 我就玩命的鸡蛋里头 挑骨头 我没挑出来啥 一辈子终于婚姻 这我一听 这家里面还劳作 啥活都干 什么都听老婆的 老婆说了 我这么多年 就是觉得她听话呀 对吧 一辈子没反抗过 让干啥干啥 勤勤恳恳 好像也没啥能说到她的 您还对她有什么要求吗 咱把车库这件事刨掉 您对她还有什么要求吗 我 我 我对她没有什么要求 不是我想来 是她要来的 对 我就说呀 那您对人家 还有什么要求吗 她挺好的 她挺好的就是吗 对吧 那可不就是吗 人家今天为什么要求你 是因为你现在提出的要求 她达不到啊 所以她要求你啊 你好好想想一会儿 到底给人多少钱 对吧 闻老师说那数合不合适啊 不说一千二吗 刚才可说的是一千四啊 而且不是生活费 是零花钱哦 对啊 对 其实我是在给您台阶下 我给您支这招 我其实是在帮您呢 我不是帮他呢 想清楚了啊 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 192就要爱 真情六十秒 老公 我想跟你说一声 对不起 我没想到 我的自私 和我的做法 能给你带来 咱们生活一辈子了 会给你带来痛苦 我跟你生活是为了幸福 是为了咱们两个人幸福 为了咱们这一个家人的幸福 我没想给任何人带来痛苦 可能是我忽略了 对你的感受 对不起 老公 我还想跟你说一声 谢谢你 真的感谢你 感谢你 头发生对我的包容 对我的理解 现在让你说出了心里话 谢谢你 对你的付出我也理解 厉害啊 一个条件都没答应 三军工具给打发了 哎呀 太厉害了 那结束了是吧 回吧 回吧 谢谢 谢谢 请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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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姐 这真厉害 要不然人家这个家 能驾驭成那样的 是吧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欢迎通过 经营APP 天天FD 网络电视 万事达手机客户端 收看本期节目内容 欢迎登录 优酷视频 腾讯视频 搜狐视频 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 登陆的文音搜索爱情保卫站的官方直播间 并添加关注 我们应在每天晚上八点到十点开通的直播 我们的情感导师会在线帮您答疑解惑 你们还有机会 连麦他们 真厉害啊 大姐确实是高手 一句话都没说 对 但是一个愿打 一个愿挨 不是 这就拿下 拿下了呀 双出肯定的 是的 是的 怎么干不出来 文老师有没有学到 作为一个女性有没有学到 真的 有学到 有学到 被震惊了吧 真的震惊了 我刚刚完全没有想到会是这个样子 对吧 人什么都没答应 就是 连那个一千四都没了 啥都没了 就抹掉了 哎呀 太厉害了 许总 双出是肯定的 我希望大姐啊 就是咱就别退而不休了 休息休息 多把重点呢 关注在老公身上 这都会特别好 退不下去了 我倒希望先生 袁老师 这个今天录完节目之后 稍微有点主张 你硬气一点 你老婆也是很在意你的 你也得竖起男人的风范 对吧 干要钱就得给钱 不给钱 我拿我的身份证 去银行挂使我的卡 拿我的卡去取钱 不不不 你不能教坏啊 你不能教坏男人 这上次你教别人的 我学的 双出 你不能教坏男人 双出 双出是吧 来看看他们做何选择 请开门 快去快去快去 哎呀 真厉害呀 我还得问一下啊 给多少钱零花钱啊 回家说是吧 回家说 回家说 多厉害 这才叫高手 来 我们就明白了 为什么大哥这一辈子 就愿意 在大姐的手底下打工 累死 就说哎呀 将来老板稍微加点工资吧 老板说 对不起 公司是我们的 我们共同奋斗啊 大哥说 好吧 一看看 能讲 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 请见证 来 请了 走 大姐拍着这个先生的这个小肩膀 满脸的幸福啊 谢谢两位 请回 谢谢请回 祝你们幸福啊 其实人家就很幸福 请回请回 大姐这一通操作 把现场的两个女导师 全部震翻了 讲那么多理论 吃了那么多招 不如人大姐这一席话 太厉害了 所以说撒娇女人最好命 所以像中